D-Date TV KPM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丽婷 欢迎大家收看D-Date TV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堂散文课 据说是跟灯有关 这个灯我不知道给 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什么样的想象了 那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很浪漫的想象 因为以前有一首古诗 他说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像有这么一个人 很浪漫的在等待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课文是怎么样 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老师 但我知道今天 我看到那个卫生部的数据 一万五千多宗的这个病例 新冠肺炎的病例 还是很高的一个数目 所以我们今天会全程 同样的戴口罩来上课 然后呢跟老师也维持一米的距离 那今天的老师呢 来自甲洞 他是林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老师的履历 来自甲洞 林老师是来自甲洞 已经有26年的教学经验了 在信坛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上课的时候 会分享一个跟灯有关的一个散文 一篇散文 老师怎么会选这一则散文 因为当我在选择教材的时候 去年在选择教材的时候 就读到了这篇文章 然后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 应该是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因为这篇文章 它是回想三十年前才用的灯 那我就想着联想到说 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大光灯 晚上一录夜的话就要打灯 所以就感觉感同身受 那今天他会拿这篇文章来跟人家分享 是发现当教学生的时候 很多同学们 对这个不是他年代的东西 都不熟悉 不熟悉了之后 在要解答题的时候 就面对问题 那我就觉得说 这样他不熟悉的东西 我就更应该要让他熟悉了 借此来跟学生分享 即使是面对一篇跟自己年代 不一样的文章 你怎么去理解它 怎么去作答 好 那在进入我们的这个 上课的这个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贯彻一下 我们的这个防疫的SOP好了 请老师先消毒双手 就轮到我了 好 我们搓搓手 因为现在就是防疫的布拉法门 其实最简单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勤洗手 第二个就戴口罩 我们今天把它做足做满 好 这个时候呢 要介绍同学出来了 好 我们今天同样有六位同学 跟我们一起上课 来看一下 我手上已经有名单了 先看看大屏幕好了 哪六位同学呢 这变魔术变出来了 好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同学 我这边有名单是 蔡依珊是哪一位同学 好 蔡依珊同学 您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跟我聊一聊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聊一聊你的志愿好不好 好的 老师 林老师好 支持人好 电视前的观众好 我是蔡依珊 然后我是来自 交通力行使国中 我自认是成为一名 性理学家 然后 好 打断你了 然后呢 然后 没事 没事 然后因为下星二是 中初节 就是现在这里先 预祝大家中初节快乐 全家平安 快乐大团圆 好 谢谢依珊 也祝你中秋节快乐 好 再来这位同学 Sim Ziyi 神子余同学 对不对 是哪一位 好 子余 你的志愿是什么 主持人好 林老师好 还有电视面前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甲冬卫星室的神子余 大家可以叫我子余 我的志愿是想要当一名理发师 然后也看中秋节要到了 带自己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希望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 平平安安 是 中秋节快乐 大家一起团圆 再来我们看这位同学是 Micky 梁蜜宜 梁蜜宜同学 Hello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林老师好 我是梁蜜宜 我是来自甲冬卫星室国中 我的志愿是要当一名药剂师 然后眼见中秋节即将来临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 谢谢蜜宜 希望你开发更多可以治疗各种疾病的药 好 再来是邱家瑜 邱家瑜同学 大家好 我叫邱家瑜 然后我的志愿是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然后因为中秋节即将来临 所以祝大家开心的话说不完 月饼圆圆圆比腻甜 哇 好甜蜜的一个祝贺语 谢谢家瑜 然后夏俊杰 谢俊杰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谢俊杰来自甲冬卫星室国中 我的志愿是想当一名医生 因为中秋节就快到了 所以我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 谢谢你 未来的医生 好 最后一位同学 卢静怡 卢静怡 卢静怡同学 主持人好 林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卢静怡 我是我的甲冬卫星室国中 然后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然后远见那个中秋节也要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提前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 中秋节快乐 所有的同学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预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是 我们说今天我们要上的这堂课 跟灯有关 有一些同学也已经事前 先看过了这篇散文 不晓得他们看过之后 那个感想是什么 就先卖个关子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听听同学的感想 欢迎回来 今天这堂散文课是跟灯有关 那我看到那个主题的时候 一开始我先想到的是白灯 可是我回到现场一看 不是耶 这一盏灯好像是我小时候才会看到的一盏 不知道是叫煤油灯还是什么的 请教一下林沛芬老师 眼前这一盏灯是什么灯 那这一盏灯呢 它叫微灯 微灯 那是在这个白灯电灯没有发明之前 我们的生活中是离不开它的 它是怎么发电的呢 这个是装汽油进去的 是 这我相信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年纪比较小也没看过 也没用过 它至少大概离开我们有三十年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散文里头 也有谈到这盏灯 微灯 好 那把时间交给老师好 我们看 好 来 那同学们 电视前的这个同学们 还有在座的我的六位同学 六位学生 那今天呢 老师在要给大家讲的是 关于这个大马文凭考试 试卷二的这个现代文理解 那之前老师曾经也上来 跟大家谈了说明文跟议论文 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针对散文来谈一谈 那老师所写的这一篇散文呢 你看 写的照片的这一把灯 就跟眼前的这一盏灯一样 这一盏灯呢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它是消失了的 我们没有再用它了 所以作者张伟就写了这篇文章 针对这个维灯这些消失了的灯火 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是一篇散文 那这个灯火的消失指的是什么灯火呢 这边老师选了四种 就是在文章里面提到的 煤油灯 灶灯 微灯和气灯 这些灯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都没人再用了 对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用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用的是什么 白灯 白灯 对了 电灯 或者LED灯 所以在这边我就想要问 一位我的同学 夜晚来临的时候 停电了 那你们要用什么来照明呢 有哪一位同学可以回答呢 什么 手电筒 好 俊杰说手电筒 还有吗 电话 电话 手机 电话 手机 好 好 来 还有吗 烂烛 煎起烂烛 比较原始一点 好 还有吗 后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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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rejudgeable 是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有四位同学提出了 停电的晚上用来照明的 但是这四种里面我们发现 有另外 这三种除了拉烛比较原始一点 另外的三种 它还是离不开电 对 如果没电怎么办 对不对 对了 所以我们想一下 在这一个 电还没有被发现 电灯还没有被发明之前 我们是活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 我们用什么来照明 夜晚一来的话 就是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日出而作 日落而熄了 我们如果要继续我们的活动的话 靠的就是 在这个灯还没有 电灯还没有发明之前 就是作者今天要跟我们谈的 这个他认为已经消失了的灯 是 那我之后有一些同学 已经预先看过了这篇散文 我们就请三位同学吧 来跟我们分享 你们在读这篇散文的时候 因为读的不是你们年代的灯 那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 我看看 来 就看谁是幸运儿 来聊一聊他们的感想 家瑜好了 家瑜 主持人好 是 读的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 因为它里面有讲到一些 关于探险的事情嘛 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 去尝试新鲜的事情的人 然后探险也是一个 我从未去尝试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读这篇文章后呢 我想要去探险的那种欲望 是更加强烈的 跟探险有关 好 那等一下带观众来了解 这篇文章 到底探险的部分在哪里 好 再来 点一位同学 男同学好了 俊杰 主持人好 你好 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说 已经很少在被用到的灯火 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被电灯取代了 所以他们也曾经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给我们掌备 或者给我们 可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作者是说它已经消失了 其实我认为是不对的 是因为在野外的时候 或者是在停电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用到 它还没真正完全消失 这有对 以前我去露营的时候 也用过这个围灯 好 再来一位同学 见齐好了 主持人好 我对这篇文章 它有说到灯的历史演变 然后也让我知道了科技进步手术 然后它也带来了很方便 例如以前的电脑 就要用8到10分钟 来发送一条消息 但是现在也只需要几秒的时间来发送 我觉得时代变化真的很快 同学是把科技以前和现在作为了一个连结 好 那老师今天这篇文章呢 谈的是什么呀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文章 那在进入文章之前 那我希望通过这一堂课 同学们可以理解这篇散文的内容 然后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因为这是一篇散文 最后呢就掌握问答题的作答技巧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老师一共拟了七个问题 其中前面五题问题呢 我将会针对如何理解句子 就是所谓的诠释句子 这一方面 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难点 是考试的一个难点 所以请同学们待会儿多注意一下 那我今天也考一考 在这个除了是我的学生之外 也在电视前的同学们 你们或许等一下也会猜猜一下 然后对比一下 为什么我的答案是对 为什么答案错 是错在哪儿 那我们进入这篇文章 因为同学们已经先读过文章了 对不对 那我今天就直接的进入段落的分析 首先第一段里面 这个作者他提出了什么呢 他说这是一种浪费 还是失得其所的艺术 还得好好讨论一下才好 所以他在第一段里面 其实他是提出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住着的这个城市 他的灯火很多 那这些灯火很多时候 是拿来做装饰作用的 所以这个装饰作用的灯火 作者提出了他的质疑 到底这个灯是一种艺术创作 还是奢侈浪费 因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 紧接着在第二段的时候 他讲这个增多的灯师 是使一切场所变得更亮 在给人们方便和享受的同时 也似乎带来另一种不失 所以这种不失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因为破坏了 被破坏 那么什么被破坏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第二段的内容就是 这个增多的真师 是多余是超出所需的 这个是作者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那为什么他这样的一种看法 他说太多的灯火了之后 无法明显的区别白天跟夜晚 就是我们好像一天24小时都活在哪里 都活在灯火之下 白天这样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夜晚来临的时候 原本我们可以享受到的这种蒙农美 然后接到暗象的时候 有时候带出的一种阴郁美 再来这个树上夜晚到的时候 这个露珠地下来的时候 的一种闪亮的美 在最后呢 当月光夜晚到零月光 爬上来的时候 那种荧光美 这些美都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这种破坏 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来在这边 我就针对这两个段落 提出第一个问题 就是低段的这一个句子 这是一种浪费 还是失得其所的艺术 还得好好讨论一下才好 那为什么作者要针对现在的灯 进行讨论呢 他要讨论嘛 对不对 再来作者对现在这个灯 进行讨论后 他的结果是什么 刚才我卖了个关子 对不对 因为这个讨论的结果 就是刚才我卖的关子 那我请同学们来想一想 然后回答问题 有谁来 是吧 好 来 我作者觉得现在的灯已经掩盖了 古灯原有的艺术港 例如蒙朗美 这些灯已经让我们分不出白天和黑夜 超出了灶明的需要 所以作者会觉得这是一种浪费 好 所以 间期刚才讲出来了 一种浪费 这个是结果 而前面所提到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城市的这个灯超出需要 没有了 已经是 它所带来 原本目的是要带来的艺术美 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提到的是朦胧美 还是贴切的 这个朦胧美是一种艺术美 好 再来结果就是浪费了 因为已经不是一种艺术 这是作者的感慨 不是一种艺术了 是一种浪费 好 那我们看一看 这样的答案应该怎样找 怎样回答 这是一种 根据文中的句子来理解 对不对 所以记得 因为问为什么就是前因 前因的话我们就在句子前面找 好 那后果呢 结果的就是后果 前因后果 我们就在下面找 好 这一种呢 诠释句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怎样 我们必须要联系上下文来回答 好 那在这里呢 我就发现同学们 在针对这个结果的时候 很多时候答不对 所以我再举两个答案出来 让在座的同学来判断一下 这两个答案 到底可以不可以接受 来 来个同学帮忙一下 读出一个答案 然后判断可以不可以接受 有哪位同学 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它的意思是一样 然后它也有提到那个重点 什么重点 就是没有了艺术感 是一种浪费 好 来 第二句 他认为信账灯是一种资源浪费 已经超出了实际造明的需要 在给人方便和享受的同时 也似乎带来另一种不适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对的 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更清楚的表达 就更解释到更加清楚 更加的清楚 对不对 所以好像跟标准答案 多了一些什么形状各异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 它的重点 是这里 好 那我们再下来看第三段 跟第四段 那第三段它要讲什么呢 第三段 其实它就帮我们带出了这四种 刚才我们展示的这四种 已经消失的灯 但是这些灯 它在当年 还是使我们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惊喜 然后带来给我们的回忆 是温暖和亲切的 那来到这个第四段的时候 它就转移了地点 就是从城市来到了野外 而它的环境 也从灯火通明的环境 转成了漆黑一片 然后在这个野外呢 它举出了三种职业人 就是看灵人 鱼铺老人 跟看瓜老汉 这些在野外 就是所指的森林 海边 或者一些瓜田里面 田园里面 那这些人呢 在夜晚来临的时候 就是靠这个煤油灯和围灯 来照亮 然后呢 这个煤油灯跟这个围灯呢 其实呢 它是若有若无的一种灯火 这个灯火很小 但是虽然它很小 不过呢 却给这些人带来了很多美好的感觉 美好的记忆 好 是 所以这些灯火 虽然现在的很多同学都没看过 但可能在电影中啊 或者一些小说中 也会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灯的描述 它好像会忽明忽灭 你要特别的注意它 因为它跟一般的电灯不一样嘛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给这些不同的领域的人们 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呢 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一一来分享 欢迎回来 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作家张伟这篇散文 《消逝的灯火》 请林老师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老师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 也是一题理解题 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哪一句话呢 就是 如果没有他们 那么原野是空洞的 没有眼睛的 没有召唤的 没有希望的 那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来早月同学来给我们答案一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如果没有那些灯在原野 或者在野外的话 那么那些地方就是空洞的感觉 看不见的 然后听不到的 也是没有希望的 没有那些灯 是什么灯呢 就是尾灯 尾灯还有之前那些比较古老的灯 好 所以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还没有进入答案之前 我们等一下才来比较 那我想说一说 这样的题目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理解 分析这个句子 首先有个他们 就像刚才同学们的答案 你同学答案 他用那些灯还是代词 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代词所指的东西 举出来 所以这个他们 我们必须要懂 前文里面有提到 是没有灯和尾灯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转换视角 怎样转换视角 这个是如果没有一个假设性的句子 对不对 那假设性句子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 想成什么 如果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没删掉 那就如果有没有灯和尾灯 那空洞的话 转换的视角 空洞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在 那没有眼睛看不到 现在有了眼睛就看得见了 再来有召唤我们听得到了 有希望就是可以让我们有的期盼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理解把句子解剖出来 用把代词给代词出来 然后把视角给转一转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有了没有灯和尾灯 圆野的夜晚选的实在 看得到听得到和充满期盼 这个就符合了前面提到的 这些灯会带来许多美好的感觉 所以答题的时候 应该像最下面这一句来打 对 我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答题技巧 所以理解句子记得要注意 凡是有代词的 你一定要把它代出来 它只代什么要注明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段 那第五段我就先不说 先考一考大家 思考一下 这个第五段前面的这个句子 夜晚的点点灯火 从远处透过来 那是多么好的安慰和期许 为什么作者会说 夜晚的灯火是安慰和期许 来同学们 有谁可以答一答吗 其实这里的灯火 其实是指那些煤油灯 那些还有微灯 那这些灯在野外的时候 都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那就是指引灯 那野外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在野外的 夜晚的时候是黑暗的 所以如果人们看到这些灯火 他们就要放过 看到了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有火的地方 就是有人类的种地 这句话很好 对不对 有火的地方就会有人 所以刚才俊杰也提到了 我刚刚提到这个代词转换 他就把它点出来了 这个点点的灯火 就是这些煤油灯 那标准我们看一看 这个标准的答案 因为夜晚的煤油灯和煤灯 你看带出来了 是不是 是孩子们的引路灯 刚才讲的是指引灯 其实标准正确的字眼 应该是引路灯 希望之灯 然后就指引他们走向有人的地方 有人就能够提供他们饮水和食物 所以给了他们安慰和期许 所以这篇文 这个段落 他带出来了这个煤油灯跟微灯 是一种引路灯 我们怎样知道它是引路灯 看看这些句子 只要走近他们 热情的 心匆匆的走过去 真是引路灯 我们才会向它走去 对不对 虽然这个灯很小 它炉豆的光明很小 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跟期许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是标准答案之外 有同学会这样来作答 就是他说 作者会这么说 是因为那些灯火的背后都有着 每个人不一样的故事 对这看灵人 鱼铺老人 和麦瓜老人来说 灯火就是点亮黑暗的希望 那些灯火的怪物 那些灯火的吃菜 有这个灯火的病毒 那就按照 这是灯火的病毒 那些灯火的病毒 那 lateral做出了 不要再走 在这一个段落里面 他针对的对象是孩子们 所以我们在读第五段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 他的对象是孩子了 从带了守夜人之后 紧接着他带着孩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这些守夜人跟这一群孩子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从第六段开始 我们要看他的故事了 首先他举的故事是 渔暴老人的故事 而这一段落里面 他带出了这个渔暴老人 这个守夜人的形象 他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孤独寂寞的 爱抽烟喝酒 喜欢以作弄孩子为乐 然后爱讲雕怪故事 而他跟孩子们的关系是怎样 当他在作弄这些孩子们 这些孩子们给他弄得又哭又笑 所以有哭有笑 才会有深刻的感受 对不对 童年就会留下有趣的印象了 那再来第二个职业人 就是这个看灵人 就是看守身灵的人 那这一段落里面 他一开始他先拿渔暴老人 第六段的渔暴老人 跟这个看灵人做比较 那这个笔一笔下去发现 这个看灵人是不孤独的 为什么知道他不孤独呢 这是他的形象了 因为我们可以从文中里面看到 这个看灵人 他们身体壮又有枪 能够到处走动 然后他们有狗陪伴他们 就不寂寞了 然后还有平平 有这些少年来拜访他们 那对于这些来拜访 他们的少年呢 他们又得到什么 这些少年喜欢来看他的枪 看灵人手上有握着枪 然后喜欢来听这个看灵人讲的故事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探险所得 像刚才嘉宇讲了 他想要去探险读了之后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个看灵人最后一段里面 最后一句话里面他写的 他说主人讲故事时 大狗又抬起了头 听着再抬高一点头叫一声 主人于是说又来了 他迎触又看 又来了几个少年 所以这第七段的最后这一句话 你要怎样去理解呢 来 同学们 好 所以你看 建计有提到一批又一批 对不对 就是由一批又一批的少年的到来 然后还有提到这个老人跟狗的这个互动 所以这样的答案其实是标准 他有去诠释这个句子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幼稚 文章里面又来了 又来了几个少年 两个幼稚 再加上这个老人跟狗的这个互动 证明了常常有青少年到来探访 他们对老人的枪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那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判断一下 他可以接受吗 老师我认为他是不对的 这个答案 为什么 因为门当中里面的那个少年 是去那个看阴老人的家拜访他 而这边是说那个少年去森林 所以感觉什么 他好像很兴奋 这个回答的同学 因为他有的去探险了 他好像感觉到是他去探险了 对不对 遇到这个老人了 而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种互动 他也忘记了这是夜晚 所以夜晚的话应该是在屋内的 而不是在户外了 所以记得关键字眼要留意 再来最后一个刮铺的老人 这个刮铺老人在这一段第八段的时候 他带出来的形象是什么 是一位疑心病重 然后很吝啬的人 然后他当他心情不好 当然他就会很生气的喝水 水不开 人家跟他淘水喝 淘瓜吃就瓜不熟 不过当他心情好的时候 他就不但给到来的人吃瓜 而且还教他们用拳头来 集穿瓜来吃 而不是我们一般用刀来拳 那给这些孩子一吃了之后发现 用拳头集穿的瓜来吃的话 比较甜 无形中他们就长了知识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里面的前面的这一句话 有点特别 瓜布里的老人烦烦的 把一切夜间来玩的人 都当成不怀好意的人 他们吝啬至极 这是职业的特征 所以为什么看瓜老人会认为 夜间来瓜田玩的人都不怀好意 然后为什么这些老人特别吝啬 有同学可以回答吗 我觉得老人的瓜田可能被人家偷窃过 而且瓜田也不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 所以他认为夜晚到来的人 都是不怀好意另有目的的 OK 咦 吝啬自己呢 已经打了吗 其实看瓜老人不是一直都是吝啬的 这也处决于他当时的收成成果 当他的收成不好的时候 他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会很吝啬 但是当他的收成宝马时 他也毫不吝啬地请孩子们吃瓜 他吝啬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他这些瓜 是他一除一除种出来的 也是他的水汗封出来的 好 两位同学答的答案 我们对照一下 OK 好 首先 刚才俊杰的答案 他后面是对的 对不对 沾便宜来偷瓜的 他有这个经验 所以他就会怎样 把他们当成不怀好意的人 但是漏掉了这一个烦团的 所以这个晚上 晚上夜晚有人来拜访这个看瓜老人的时候 是他的一个烦恼来的 再来 刚才这个剑齐是吗 剑齐他说是一除一除来的 所以因为这个瓜田是他靠劳力 靠他辛劳的成果 对不对 所以他要等着收割来卖钱的 来赚取生活费的 或许还有就是来的人不是时候 还没有瓜还没有熟 所以他就不舍得给人家吃 那因为你不舍得 人家就会说你吝啬 那在这里呢 老师在跟你强调 尤其B的这一个答案 他们吝啬自己 这是职业的特征 那这个句子呢 他有一些言外之意 怎样说他的言外之意 吝啬是贬义此类的 是不好的 但是他又是一种职业的特征 所谓职业的特征 就是所有从事种瓜 看瓜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通病 那如果是说大家都是这样 我们就责不及重 对不对 责不及重情况之下呢 就觉得说这个吝啬 其实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觉得是他是不舍得了 而不是在谴责他 给他一些贬义了 所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要注意句子的言外之意 要把那个言外之意也写出来 是吧 老师 要能够体会感受到这个言外之意 那你才能够答得准 这有点难度 这题最难感觉 的确是不一样 是的 是的 好 那再来我们已经看过 认识了三个老人了 我们再从这三个故事中 然后你认为哪一位老人是最特别的 然后说出你的原因 有吗 同学来 我觉得是瓜布老人最特别 因为他是用拳头去剥开那个瓜 给那些少年吃 而不是像我们现代人一样 用刀去切开那个瓜 好 还有吗 我认为鱼鱼老人是最特别 因为他常年是搬着海浪 然后很孤独 没有人陪伴 然后当他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虽然会很喜欢做梦他们 给人可能留下一种不太好的印象 但是他又和可爱鱼鱼 就是会给小孩子讲故事 请他们吃鱼干和地瓜糖 好 所以到底怎样签订 你们的答案是对还是不对 或者是有没有符合标准的话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答案 你必须要根据人物形象来回答 所以老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表 给你参考 就是当你要回答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你要根据形象 把这一个人物 这个老人的形象带出来 然后再看一看他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特别 他的特别是他的形象 原因是他留给孩子们 或者是这些少年的回忆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其实选哪三位老人的其中一位都对 只是你要能抓出这个老人家 他的性格特征 对了 然后描述他的一些动作和原因 就可以取分 OK 好 立婷回答的话就可以拿满分了 我是偷师 老师这么说 就让我就了解到这故事中 这三位人物 他们的不同的那个性格 但是我到最后还没看到 到底作者怎么看这些灯 他对这些灯 他的感受还有哪些呢 我们续续下回头 跟大家分享作者的想法 作者张伟他对消失的灯火 似乎有一番感慨 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感慨要出来 好 首先我们看 这个维登在野外才有的 他不怕风 他被挂在木柱上 被提在手上 就好像这样的 被提在手上 无论怎样都让人喜欢 怎样讲呢 他通过前面三个故事 三个老人的故事 告诉了我们 作者如果今天是其中一位孩子 曾经到过去探险 到跟这些三个老人接触过的话 的确是会留下许多的乐趣的 然后这种乐趣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他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所以最后的这一句话 为什么作者要说 他有三十多年 你有经过伟登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 这一句话里面 到底充满了怎样的情感 这一题就有六分 因为有很多可以写 来 我们请一下同学们讲一讲 他有一种感叹 好 还有吗 还有同学要谈一谈吗 我觉得这句话表达了 作者对消失的灯火 怀有遗憾和怀念之情 因为那些消失的灯火 例如围灯 已经被现代的科技 慢慢被淘汰掉了 所以确实是 他说三十年 在这样的题目 我们千万要记得 要把这个情感给标志出来 标志出来的时候 你才不会离题 所以他表达了什么 表达对消失灯火的怀念之情 从他感叹这三十年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就是当时候的其中一个孩子 其中一个少年 他的成长过程 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去一部老人那边被捉弄过 可能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去遇过看灯老人 然后去听过他跟枪的故事 再来 这个整篇文章里面 我们看到作者 也有觉得这个消失的灯火 是一种遗憾 对不对 科技发达了 然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这个东西的 这个留下来的美好回忆也不见了 再来最后就是这个 对现代文明的不适之感 这一点的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 他对比了城市的灯 跟原野的灯 最后我们来重览全文 重览全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一段 第二段 对现代城市中的灯火 超出了照明的这个功能后 是否为了展现艺术美 提出了质疑 进而以破坏一词 否决了灯饰是一种艺术美 第三段 作者带出了一种又一种的灯 被发明来替代旧式的灯 给人们带来惊喜 温暖和亲切感 到第四第五段的时候 他就针对原野所用的灯火 煤油灯和这个围灯 是野外三种职业人所用的灯 他们的灯火虽小 但却是黑暗的野外的引路灯 给许多孩子或少年带来希望 找到水和食物 到第六到第八段的时候 他就大篇幅的详细写了 运用煤油灯和围灯的 鱼铺老人 看灵人 刮铺老人的故事 他们的灯火 为他们 为孩子们带来了许多温暖 亲切的回忆 来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强调了这个围灯 在野外的吸引力 以讨喜 而作者对维灯的记忆 已经有三十年了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通过灯火的演变 新的发明 取代了旧的发明 再而人们迁居入城市后 灯火的作用渐渐不同了 所以对于城市人来说 就是灯火已失去了它的作用 但是这些消失的灯火 在作者的成长过程中 曾经留下了美好回忆 所以作者认为应该要感恩 那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人 事和物也是这样 对吗 即使他们都已经死过境迁 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走过的时候 曾经留下的痕迹 就造就了我们 今天的我们 那帕里斯既过时了 也值得我们去回忆 咀嚼和玩味 是 我们非常感谢林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一篇消失的灯火 我相信一起上课的同学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 都能够在看到灯火的时候 有一种别有的滋味 可能今天你回到家 你看到家里留下来的那盏灯 等着你回家的时候 那种感觉可能也是特别的温馨 我们谢谢林老师 谢谢六位同学 也谢谢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希望说今天这堂课 给大家更多深刻和丰富的感受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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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 只有我们老师精神抖擞 对求职感到兴奋 学生才能感受到 学习这件事不是为了分数 而是奴隶之后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 那种成就感 和对生命的奥妙 体会到更省一层的认识 不用春禅 盗死 十方金 只要我们谨记求职的核心 每一秒都是一个 重新看到方向的机会 只要我们相信 自己的核心是无法被剿灭的 那么不管以什么形式上课 都不是一件沉重的事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